學習節度淘寶開箱第五彈 今集想公佈拍攝的硬件要大提升 先講一下平時怎樣拍片 就是在這個書桌上拍 我本身已經貼死了一張背景紙打底 另外會用腳架反轉 電話會夾在這裡 聲音和畫面就靠它 至於打燈方面會用這個書桌燈 今次買回來的東西就從這三方面可以有進步 第一個法寶就是這個 背景紙和附屬腳架 這款背景紙有兩面 一個是磨砂面 另一個是畫面反光 我相信我都是用磨砂面居多 這個反光反的好型 我下次想拍攝一些立體題材的時候 除了用鳥嵌的形式外 還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而不會出現這麼尷尬的情況 在下一樣之前 相信大家都已經發現用電話的收音 效果不太理想 而之前試的這款 有太多技術問題要處理 於是就買了它 咪和咪釘 它可以全支援iPhone 我可以一插就立即使用 包了連接線和充電線 安裝整個配套的話 我就是主播 好 試一試效果如何 看看屁股先 充電就不用說了 它本身可以玩一些唱機APP 所以就會有半咒的輸出 還有如果用耳機的話 可以聽回自己的混音 不過我拍片的話 其實用手機就已經很足夠了 正在拍片 現在就嘗試一下連接咪 我相信聲音方面就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 嘗試一下玩其他功能 音量就是收音的大小 最小就是沒有聲 最大就是很大聲 混音就是像平常唱K那類的回音 高低切換就是類似突出高低音之類的東西 不過這兩樣功能在拍片途中 其實是用不到的 沒有了道的 而這個唱K直播 我覺得有點像是減雜音的功能 說明書聲稱是乾聲和濕聲的分別 乾聲就是自然的人聲 就是我正在玩的效果 濕聲就是經過數碼處理之後的聲音 我會覺得它的表現 多一試就不如少一試 而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環形燈 以單一光源來說 打燈的效果始終是有限 很多時候都會有陰影的問題出現 這個時候主播燈就幫到手了 我買的這款就是小尺寸的LED膽 會比較耐用 如果用光管的話 燈一燒就會馬上玩完 這裡有一個扭動的開關 可以調較不同的亮度選擇 近機會有兩款的鏡片來分散光度 和塑造不同的色系 看看分別先 白光、黃光 問我的話當然會用白色為主調 和舊的燈光比較之下 相信都有明顯的分別 據說還有油膚的功能 機靈逆轉 對手有沒有好像變成年輕人一樣 最後要講試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拍攝的效果最好就是這樣的擺法 我就坐在這裡 他就頂在我面前 想怎樣呢 我想以後拍片 都會有東西凍在我中間 這麼多腳架 買多一間屋都不行